诶,你知道吗?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新以来的 屁啊! 你我都不是自由人一门咖啡有约,欢迎再来聊咖啡,狂想吃什么DJ康塔 大家好,我是Lisa银鱼 Hello,我是DJ野孩子Eric 这个之前有讲到朋友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朋友这件事情呢 不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不只是朋友而已 还包括说像你在工作职场上 或者是你在婚姻关系上 婚姻关系上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你会走到婚姻那件事 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那遇到的人或者是 其实工作上是最多 因为工作上还包括什么,上司、下属、同事 我现在都还没有家属 对不对 反正就是遇到形形摄氏而且有利益关系的 没错 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人际的磁场 磁场不合的时候你真的就很难去跟... 他可能是一个好人 他可能是一个磕磕气气的人 可是你跟他站在旁边你就觉得说 没办法 He's a widow 有没有,他是个怪人 或者是就是oh how's the weather 就ok 没有下一句话 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人你觉得磁场不对 有时候有可能是他太好了或者太友善了 你反而觉得这个磁场有点不对哦 那倒是耶 像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讲的时候 Eric就有一个例子是不是,案例 就像我们在私底下讲的时候就说 你们有没有曾经有遇到的朋友就是有很好过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觉得That's it 我们不适合做朋友 就是我们可以当朋友 但是已经不是那种可以掏心掏肺交心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世界是为我转 为什么我要被影响 为什么我要走偏 像我个人就是会遇到一些 可能思想上太负面了 然后的人 我会觉得说你的负面能量已经在影响我了 每次跟你在一起就觉得很累 那你一开始怎么跟他做朋友 对啊 一开始做朋友可能就是以一个说 我觉得说 新鲜的人 也不是就是你遇到问题我可以帮你 大家聊聊嘛 大家来帮就聊聊天 聊久了怎么还在聊这个 对就是可能聊了五年 还没解决吗 聊了十年以后还在聊这个 而且你卡在这点还在那个点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我真的需要move on 对你自己越不过我不能跟你越不过 对对对 而且就是你知道会变得很纠结 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帮你 我跟你讲了 你可能说可是我又觉得怎么样 那你又钻不出来 他那么negative他自己本身有很多朋友 还是他也是属于朋友比较少的 这个我不好去评论了 真的你不知道 对对对对我不好去评论 但是我会 我会 个人会觉得是说 我我尽量给你一些我的正能量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是全面都正能量的 但是如果你这么负面 你可以让太阳变成日全时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该理会的时候 那也还真负面呢 你知道我在职场上就遇到一个同事 其实他跟我蛮多相同爱好的 一开始就是他进来这个部门的时候 还觉得蛮头气的 聊运动啊 聊吃餐厅啊 去玩啊 什么哪个地方新开的餐厅 就觉得蛮头气的 然后他也那时候刚好我买房子 然后他在盖房子 就是有些共同店 就后来没多久就发现他 也是跟你之前那位 他是很喜欢抱怨 他比如说讲一讲讲到盖房子 他说那些工人哦 哦怎样怎样 每次我付他钱都把他付什么好 都在脱工 然后有可能讲到说 工作就说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那些客人不能自己来迎合我 一定要我们为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其实 没有什么真正不好的事情 都把他讲的 被他讲成说 对 为什么这样 然后久久之呢 其实他这个态度呢 影响到他职场上 跟上司的关系 他前面的路其实有被 而且我 因为别人会就 会跟我讲哦 你知道那个女人 他怎么那么那个 然后我就有试着提醒他说 哎其实就是 哎 Lisa 比如说他讲 Lisa 你就是可以往好地方想 或是你就不要太把他放在嘴上 我知道你的想法是 OK 人都可以想 可是我觉得在work 就就不要一直讲这个好了 然后他就说 这是我的权利 我干嘛不要讲 嗯 就是他是外 他是外国人的情况下 他也觉得说 That's my right I can say whatever I want 是 是 而且要是我不让他们知道 他们怎么会改变 他这个是 很justify自己的negativity 可是这种东西 在某个程度上 也不是他的错 他可能觉得说 我可能的周遭朋友 大家都一起抱怨 一起干掉一件事情 可是他并没有发现 没有人一直跟他 一起 而且都大家变得开始避免他 对 他的行为 然后 然后后来他就 因为自己不说 他就跑到别的部门去 因为他就一直看不出来 然后就觉得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也不是说他是坏员工 他其实做事有效率 只是他就是嘴巴 一直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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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事实上有分很多种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负能量 负能量 还有怎么样去说话 是 还有看事情的角度 我这边要讲的一个是 有时候没有对错 对 我今天讲的是 我一直以来 我跟我上司的关系都很好 除了有某一任的上司以外 那这一任也很特别的是 在他成为这个上司之前 就已经 就是很多的 封研封 就是很多的 负贫 对 可是我这个人 我通常会给一个 我不太熟悉的人 一个机会 完全是给他 我觉得 不要先入为主的 对 我觉得 因为听了有时候 你会刻意去做别的事情 反而造成大家的 就是 尴尬 不愉快 对 那我就完全就是 好 你叫我 你要怎么样 我就完全配合你 我们来试试看什么的 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他 因为上司有一个职权就是挑你毛病 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 只是说呢 以前历任的一些他们挑毛病 给我的感想就是说 对 这个是我可能犯了错 这个可能我可以再怎么样改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viene���ica 但是他看わ Listen to your brain 我 Wah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就是你很不 get 这样的 对对对 就WAT 打个比方 因为那时候我们 我们的那个 team 那时候很小只有三个人 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安排时间 因为我们要去开会的话 必须要有人来帮我们做这个 就是帮我们带 代理戴理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是想好说 因为我们还有 breakout time 你知道外国人很注重 RisARY time 那我就心里想我们三个人就是agree说 那不然就这样 我们自己把break time改在一起同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三个同一个时间去break 同一个时间去开会 这样这个cover我们的人 就是同一个block嘛 你不要再跟他说 你这个时候再来cover一下 这个再cover一下 就变成说半个小时可以结束的事情 不用搞到一个半小时 结果好死不死 那我们就讲好说meeting可能到点了 好那我们就是一起去break 然后我们就刚好三个人一起走出去什么 然后他一看到我们三个人要走出去break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三个一起break 你们是要怎么样 然后我就想说没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算蛮自由的 不需要为了这种 不是直接克服 好像坐在会台一定要有人 而且我们很告诉他justify说 就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子让更好操作什么 然后他就很serious的回去之后 还发了一封email 跟我们三个人讲说 这是一个警告 对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会这么小 如果你说我工作上任何东西 我其实我都可以接受 我还可以配合什么的 或是因为这个break导致有什么疏失 对因为通常外国人他们最那个的就是说 你要justify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做 那我们也解释得非常清楚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觉得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就你认为任何一个那种或HR的他也不会跟你说这样不对 对啊 但他就说你们再下一次这样我就要report给HR 然后我就觉得你pick up的点会不会太 他应该 他应该鸡毛蒜皮 对不对 你不喜欢我你pick up我的其他工作上的任何一个问题 我也不是100%的人 对对对对 我也有别的问题 你pick up那些我都很乐意跟你去谈 所以有些人他注意的点反而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鸟事 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是真的就是磁场不对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会找一些就是你根本没想过会惹问题的东西 比如说你停车停歪了他也来report你 不过说到就是我可是这样讲说说他挑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 就可是也不代表是磁场不对 我觉得他做事的方法还有他pick你们的 所以这个包含很多 就像我们三个好了 我们三个我们三个怎么了 从来都不同意一件事 就像我们 我们永远是在吵 我刚才还在 我刚才还在想说我要提这个事 就是我们介绍的鸡排给他吃 对啊 我们两个都觉得超棒的 他就要跟我讲说鸡排太厚不入味 真的啊 之类的话题 是真的啊 他就一定不能 他宁愿吃就是外面脖粉比较多的 然后肉比较薄的 对然后又贵的 可是 不符合我的胃口啦 我不得不说就你们这两位是我完全能够就跟你们吵到声音是用吼的哦 吼完之后说那下礼拜见哦 对对对对 就来那干个杯 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就有对的磁场 所以我们不就导致我们不同的东西都OK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啦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啊 家人还不一定 我甚至家人都没有跟你们吼耶 你家人的磁场都不好吗 不是我们家人磁场都是有点那个叫做 负根症吗 是这样 是泡开的 不是会是呼吸 没有我讲的是亲戚啦 亲戚的话就不一定了 因为家人毕竟你从小长大 所以你已经习惯 习惯磁场的不断 那讲到这个磁场会不会习惯 磁场会习惯 我觉得有些人会改变你的磁场 对啊 或者是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个磁场 应该是说你学习忍受 可是不代表你的磁场会改变 因为像你说 你说同事好了 其实你打从心就知道说我真的很不能忍受到这个 可是碍于面子 或是碍于什么什么 不是不是 交情那就继续 因为他是我国中同学 像我这个case如果是上司的话 我可以选择我不干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不对 不是如果是磁场的事情应该是这样讲 应该是说 如果两个磁场都很强 对 好不管他是正能量很强 负能量很强 如果两个都很强就对撞 对撞就弹开嘛 就说那我们都不适合 那如果这个其中的磁场比较弱 例如说负面磁场很大 那个人很爱抱怨很爱 然后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人磁场比较弱就是 无所谓我也不是 就听一听 就听一听 听久了他也开始 对啊我也觉得 我应该跟你一起抱怨的时候 就被同化了 他就被同化掉 他就黑化了 糟糕欸 所以会被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 除非你有很强大的内心的正能量 或者是负能量 不管是什么能量 你就是 不要去迎合啦 对 就Be Yourself 我觉得也不是迎合 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说像上司那个 那一件事情 其实后来我就找了新工作 我就走了 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同事的话 你可能就比较不会说 为了这个同事而离职 这个有点搞笑吧 对不对 那我觉得有时候同事上 我也曾经有就是不喜欢的同事 但是我觉得 你会不是改变你自己 而是你知道怎么样去 你会改变他的座位 把他位置推走 我不知道怎么讲欸 就是像时长 怎么样去应付他 应付啦 对 如果是现实上去应付 就是说你会避开掉 不需要跟他讨论这个 我觉得 那这个是你有自知之明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vibe 或是说我就是不喜欢这 可是像你刚刚说 约翅长的弱 还是有点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 要叫什么 就不知不觉 被影响都不知道 那有可能 那个就蛮可怕的 所以有时候要自我检视一下 尤其是身边的 尽朱者赤 尽末者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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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朱馬 我是当初的 We sing you You always in my heart 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 在忙碌还需要 你心中咖啡 要想起你 立即夜 Wanna be with you Forever Ballarinaballerinas 国际品牌Rowly Nation 抗地心能力的独特设计 Enemy of Gravity 舒适与神清 ballerina ballerinas.com.au ballerinas.com.au 输入优惠折扣 Cafe RPS Cafe RPS 即可享有九折优惠